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竞选办公室正式运作 总统拜登确诊后 首度现声支持 前中院议长裴洛西表态支持 贺锦丽已取得 2530位党代表票 24小时莫得8100万美元 创下新高 以色列对加萨走廊 南部甘油尼斯地区发动攻击 造成70死200多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启程访美 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与拜登贺锦丽会面 伊利诺州一位非裔妇女 深夜怀疑住家父近不安全 打911报警 却遭到场巡查的白人警察枪杀 监视影片曝光 引发各界哗然 周五巴黎奥运开幕 各国代表队制服陆续曝光 蒙古队服装备受好评 纪念邮票印有法国面包 带有香草味 外国警察加入巡逻 游客争相合照 日本东海道新干线 两辆维修车发生相撞脱轨 导致东京大阪新干线受阻 停驶328车次 影响25万人 全日空特别紧急调派客机 协助输运 官票完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民主党内出现了大团结的氛围了 从各方面都可以展现 在本周一结束前 贺锦丽根据美联社的统计 她已经获得民主党内超过 1976个党代表的支持 如果这个数字是确实的 她已经跨过民主党的提名门槛了 贺锦丽接手了拜登的竞选总部 而正在隔离的拜登致电打气支持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是贺锦丽 在24个小时之内获得小额捐款高达8100万元 很多企业家因为排斥任何经营企业的不定性的变数 因此比较不希望川普当选 当拜登交棒贺锦丽之后 阻止川普当选对企业来说 吞下了一颗至少是暂时的定性丸 我们就来看贺锦丽的星期一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宣布退选 交棒副总统贺锦丽争取代表民主党 角逐2024总统大选 周一贺锦丽接手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竞选总部 获得党公门热烈欢迎 因为确诊而隔离的拜登 也致电竞选总部向所有工作人员致谢 拜登也为贺锦丽加油打气 给予百分之百的支持 两人互动自然亲密 民主党展现大团结 民主党两月领袖宣布支持贺锦丽 可能的竞争对手 六名以上的民主党籍州长 也迅速表态支持 周一结束前贺锦丽几乎确定能够获得总统提名 美联社透过各种管道取得了全国党代表意向 贺锦丽获得超过1976名党代表的支持 跨过民主党提名门槛 贺锦丽也发表了她的竞选政策 目标与拜登一致 重建中产阶级 争取堕胎权 以及加强枪支管制等 曾经担任过加州检察总长的贺锦丽 也向对手川普下战书 针对她的官司和犯罪行为 她说很清楚该怎么对付她 我曾经说过加尼几乎 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库室的批评 在这些业务中 我担任了各种侵犯者 民主党选战终于翻开新的一页 不再需耗利器为拜登的年龄和衰退 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辩护 这让民主党支持者很振奋 这股气势反映在捐款上 贺锦丽24小时内获得8100万小额捐款 捐款人数高达88.8万人 原本支持拜登的募款团体 现在也改为支持贺锦丽 累计募款金额已经达到1.5亿美金 许多企业家更是松了一口气 乐见拜登交绑贺锦丽 他们要阻止川普当选 因为他的施政不可测 对企业发展不利 川普阵营也进入战斗模式 共和党仍紧咬拜登 质疑他不适任 要求他立刻辞职 川普竞选团队早就将贺锦丽 列入对手名单 准备好了攻击策略 现在就等民主党完成提名 川赫的肉搏战就会开打 民主党党代表将在8月7号前 完成虚拟投票 正式选出总统候选人 并在8月19日 全国党代表大会上 提名总统候选人 TVBS新闻总和报导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对台湾当然非常重要 到目前的情势发展来看 真的是周周峰回路转 而压垮川普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只是川败的辩论 而是川普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面 遭到枪袭 这件事情整个改变了 民主党跟共和党原先对决的气势 而这个川普遭到暗杀未遂 负责前总统安全的美国特勤局 成为众矢之地 这星期一开始 特勤局长就到国会的听证会上 遭到两党议员围剿 就是要他下台 但特勤局长拒绝辞职 拒答遇刺案的基本问题 让现场更不满 特勤局长否认 当天川普团队要求过维安升级 而川普的造势场合现在戒备森严 川普位在佛州的海湖庄园住处 周边连道路都封锁 特勤局长对于案件本身三肩齐口 让美国媒体在这场听证会之后 自己拼凑了案发经过 美国特勤局局长齐特尔 周一出席美国众议院监督 继问责委员会听证会 就前总统川普遇刺一案 遭两党议员围剿 要他立刻辞职下台 几乎所有议题都立场分歧的 共和党主席和民主党资深议员 罕见的肩并肩 要特勤局局长走人 但他不仅拒绝辞职 也拒绝提供这起暗杀总统候选人 未遂事件的细节 让议员气得爆粗口 不过特勤局长倒是坦诚 7月13号的枪击事件 是特勤局数十年来最重大失败 是自1981年时任总统雷根遇刺以来 最严重的暗杀事件 嘴巴上说负全责 但齐特尔一再拒绝辞职 甚至说自己是局长最佳人选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听证会 特勤局长数度被问到 为何没有派人驻守枪手锁在屋顶 那里距川普不到140公尺 但局长的回答犹如鬼打墙 议员们也质疑 局长承认特勤局被通知二到五次 警方正在寻找可疑人物 那为什么还让川普上台 齐特尔只反复重申 执法部门没有立即认定那个人 也就是后来的枪手构成威胁 特勤局坦诚 这两年来曾拒绝部分川普团队 提出维安升级的要求 但局长否认当天有这种情况发生 不只监督委员会要答案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一票一员 22号也亲自前往案发地点 爬上枪手锁在屋顶 对特勤局同样炮火连连 案发至今九天 特勤局长坦诚他还没亲自去现场勘查 美国媒体则干脆自己拼凑细节 当天下午五点十分 地方警察首度发现枪手克鲁克斯 五点三十三分川普车队抵达 约十五分钟后 宾州州警通知特勤局有一名可疑人物 并共享克鲁克斯的照片 反狙击手也收到通报 但之后克鲁克斯失去踪影 六点零二分川普上台 在枪击前两分钟 距离枪手最近的反狙击手 调整了位置 现场民众开始对屋顶上的动静 议论纷纷 穿制服的远景也被拍到 走向那栋建筑 不久后 在南边建筑的反狙击手 一百八十度转向面对枪手 所在建筑 几秒钟后 另一个影片显示 一名远景倒退走 试图查看屋顶状况 民众立刻上前指引 同一时间 两支反狙击小组 被拍到瞄准枪手的方向 之后附近的群众开始骚动 在会场另一头 一名反狙击手则正瞄准枪手位置 6点11分枪手开枪 川普受了伤 枪手则在数秒后被击毙 如局长说的 维安任务失败 川普遇刺 特勤局难辞其咎 体育新闻纵客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JR 追撞脱轨意外 这是星期一 JR东海发生了维修车追撞脱轨 铁道公司立刻派人抢通 但状况严重 移除了两辆工程师 漏油无损的枕目都需要更新 JR东海花了13个小时 才完全排除事故 而这场意外 导致东京和新大阪之间的 新干线全天受阻 328的班次停驶 影响人数高达25万人 日本国内航班紧急调派客机 再送受困旅客 周二早上六点 JR车站一如往常准时开门 有点不同的是 赶车人潮比平常更多 因为他们已经受困了一整天 周一大清早 JR多个车站乱糟糟 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旅客大傻眼 採访暑假 就被迫接受计划 赶不上变化的残酷 赶着难来北往的人 都只能看着 显示停开的通知 赶着急 谁能料到JR进出如此大包 周一凌晨三点半左右 两列铁轨维修工程车 意外追撞 两名作业员 一人轻伤 一人进步骨折 人员损伤随不严重 但工程车双双脱轨 无法自行移动 JR紧急派遣人手 排出问题 不料时期状况 异常棘手 午後3時を回りました この時間も切符売り場には 長蛇の列ができていまして 座り込んで待っている方 この構内非常に蒸し暑くなっているので 水分補給をしながら待っている様子です 私たちは7分の時間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す 修復完工时间一言再言 站员也给不出答案 许多乘客无奈守在车站里 就怕错过通车讯息 接近傍晚总算运走事故车辆 但悲剧还没结束 铁路公司表示虽运离的工程车 但轨道仍需整修 而碰撞地点位于爱知县的丰桥站 与三河安城站之间 导致冰松站至鸣鼓屋站 南北向新干线全线暂停 完全绝望的乘客退而求其次 尽管区间列车也大受影响 必须减搬运行 但总比干等来得强 转程电车的人潮从下午涌现 靖岗县内的冰松站到晚上九点多 人无法消化大批乘客 人龙从月台一路排到站外广场 甚至还绕了车站外围一圈 浙亚东海周一晚上八点左右 召开记者会 揭示抢修过程 因追撞速度约四十公里 导致两车分离作业不易 且发生漏油 整幕也要一并换心 才会迟迟不能通车 这次意外停驶三百二十八个班次 约二十五万名乘客受影响 其实工程车追撞事故 东海道新干线早就不是第一次 铁道安全专家表示 虽然工程车防撞机制 不比载客列车 却不是忽略公安的理由 日本隐隐为傲的铁道文化 还需要彻头彻尾检查每一颗螺丝 是否仍然牢牢栓镜镜 TV新闻众报道 刚看到是这个星期一开始 周一日本J2的重大事故 然在世界持续进行的战争里面 以色列的军人又大开杀戒 在星期一轰炸了加萨南部 造成了七少七十个平民死亡 两百多人受伤 结果为止 其实伤亡数字还在增加 以色列总理启程到美国 还要在国会发表演说 各界会看他跟贺锦丽的互动 会怎样影响贺锦丽的选情 在加萨走廊战火下的百姓 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等到停火 7月22日 以色列再度空袭 加萨南部汉尤尼斯市 声称要摧毁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 但密集轰炸三十多处的代价 是至少七十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两百多人受伤 这位爸爸打开后车厢 忍不住大哭 最后一次接送家人竟是把遗体载到医院 大男人腐尸崩溃痛哭 不忍离去 乙军同时也轰炸加萨中部城市 戴尔巴拉赫 而且瞄准阿克萨烈士医院外 难民聚集还有媒体人员的帐篷区 造成至少一死一伤 医院太平间里 少年的世界也崩溃了 昨天还患难羽共的家人变成冰冷遗体 独活的人生还有什么目标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文痛批 已军将成千上万的加萨民众 置于回到废墟家园 与再次惊恐逃难的循环中 令人难以忍受 伴着多具亲人遗体来到医院太平间 加萨民众只能用愤怒 抑制住悲伤情绪才不知崩溃 汉尤尼斯的纳瑟医院工作人员 呼吁民众赶快来捐血 巴勒斯坦民众在人间地狱中挣扎求生 不到一百公里外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搭乘专机出发访美 要去向他口中最坚定的盟友求援 预计他死刑不仅会见到拜登与贺锦利 也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美国媒体CNN驻耶路撒冷的记者观察 纳坦雅胡内阁对停火完全没有兴趣 这显然违背以色列多数名义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纳坦雅胡在意的只有掌权 美欧阿国际调停多时 但纳坦雅胡总找得到理由 坚决拒绝停火协议 Does Netanyahu actually want a ceasefire deal? If you listen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Israeli media, politics, even on the streets of Tel Aviv,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be no that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actually has much more to gain by prolonging this war than by ending it You know, this war has allowed him to stave off elections that he would likely lose At this moment, his right wing governing coalition partners have also threatened to collapse his government if he agrees to a deal that stops the fighting Which is that Netanyahu will actually be looking to someone else perhaps for an answer And as of now,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While he will certainly meet with Trump's allies in Washington There's no meeting scheduled yet for him with Donald Trump Yes, it is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 常年在这样的绝望下生活 生与死的界限也是一步之遥 巴勒斯坦民众唯有寄望于信仰 才能熬过眼前痛苦 送来整车亲人遗体的加萨难民 说出哈马斯永远难以彻底消灭的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2024全球航旅大爆发 大家都觉得机票好贵 那么航空公司应该是赚得拨满盆满了吧 但是这则报道却不然 很多Q2开始的获利不如预期 事实上全球航空业的阴霾是供应链不稳定 飞机交货延迟 另外减碳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所以在这种氛围下面 英国国际航空展周一登场了 仍然有破千间厂商参展 新上任的音像到场发表谈话 而两大航空龙头是最受瞩目的 波音跟空八表现怎么样 他们必须承诺提升燃油效能 扩增行李空间 而且要打造更好的客舱窗外视野 但是相比之下 波音这次非常黯淡 航空业界高层聚首在英国南部 看着F35闪电2战斗机划过天际 也为一年一度的法恩保航空展揭开序幕 焦点首先集中在全球两大飞机制造龙头 空中巴士展示最新客机A321 除了将燃料消耗降低百分之三十 还加上四千七百海里的航程 也超越许多更大型的传统远程竞争对手 反观空八最大劲敌的波音 由于深陷飞安危机 在今年的航空展显得低调许多 没有亮相任何新客机 不过波音对原有的777远程客机 做了更新版本 还把客舱模型搬到展览现场 让参观者亲自体验 机舱内部大改造 不只将天花板加高 空间拓宽 还把放行李的置物箱 加大一倍 身为全球主要航展之一 这次共有一千两百多间厂商参展 并举办一百多场 跟英国航太和国防领域有关的展览 预计将吸引七万五千人造访 新冠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 英国首相施凯尔 也在航展开幕首日蒂临 发表谈话 施凯尔强调的是 去年由英国 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一份 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国际协定 目标是共同开发全新次世代的隐形战斗机 并在2035年投入服务 至于以整体航空产业来说 今年则是被供应链紧张 交货延迟和减碳压力等困境给笼罩 再加上成本压力 让即便目前正值旅游需求爆发了夏季 可能也救不了航空业者的财报 包括美国航空宣布下修第二季的获利前景 西南航空则因为波音延迟交货 受到严重冲击 至于欧洲最大联航瑞艾航空 上一季四到六月的获利大减46% 几乎腰斩 引发疫后旅游潮退烧的担忧 拖累当天股价重挫12% 同为航展重头系的巴西航空工业 旗下电动飞机制造商则用飞天计程车 将这件事化为现实 首次曝光全尺寸的原型 预计最终版本能乘坐四人加一名飞行员 且以市区内的短程移动为主 这间巴西制造商的目标是取得许可后 在2026年投入城市空中交通的服务 与此同时加速完善电缆 停机平等基础设施 即管目前还没有投产 但已累计近3000张潜在订单 业者表示感兴趣的客户 包括美国的联合航空 环球电讯公司和商用飞机出租商等 台北时间这个星期六凌晨一点半 您会半夜起床或者延迟入睡为了看塞纳和尚开幕的巴黎奥运吗 目前为止呢 已经创了一个单届奥运门票销售的新纪录 巴黎奥运卖出了880万张门票 这是新高 另外每一个国家队的开幕式上的制服 今年特别的争其斗艳 目前呢 有很多人说蒙古国的队服最有看头 那么因为他有精美刺绣做基调 并且呈现了蒙古文化的传统德勒长袍 报道中您会看到 设计师呢 过去曾经两度替蒙古国家代表队设计队服 却用欧洲元素 这次是二月以后 临危受命 大胆地选用代表蒙古文化的服装叙事手法 大获好评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次 大家认为比较有特色的巴黎奥运国家队对付 这个星期五将开幕的巴黎奥运 是相隔一百年后 奥运重回花都巴黎 而台湾时间周六凌晨一点半登场的开幕式 更将是史上头一回搬出体育场 直接在塞纳河畔举行 各国运动员将首度登船进场 这个全球美光灯焦点聚集的场合 就成为各国展现风格与特色的最佳舞台 由蒙古时尚品牌设计的这套 蒙古代表队开幕式进场服装 就以精致的刺繡和满满的民族风情 获得高度赞誉 网友甚至喊出奥运还没开始 蒙古已经赢了 当地民众也因此感到自豪 设计师坦言虽然前两届的东京奥运 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 都曾经参与蒙古队制服的设计 但这次的巴黎奥运 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合作方 直到今年二月 因为原本的合作方突然取消合作 蒙古奥委会才赶忙找他们来救火 服装的设计灵感来自蒙古每年七月的盛世纳达木 因此背心上半部刺绣就是纳达木开场使用的九白旗 至于下半部的高山甚至火炬图样 则是代表着运动员的努力和坚持 并且期待蒙古队能在这次奥运有优秀表现 同样选择民族风格设计的 还有印度代表队的开幕式制服 设计上选用了类似印度传统礼服 独色瓦尼的式样 并且搭配印度国旗的橘白绿色彩 让服装本身就有提高的辨识度 选择国旗配色组合的 还有葡萄牙以及地主国法国等队伍 他们的制服外套都走合身剪裁路线 并且搭配戴有运动风格的简单时髦造型 各自抢下不少好评 澳洲对制服的设计则是把过往总计301名 曾经为澳洲拿下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姓名 写进绿色西装外套的内衬 这种把历届选手连接起来的做法 过去几届的设计都有所延续 但对于27岁的法国艺术家巴蒂斯特来说 要连接的人名可不仅只有300人那么简单 他从三年前就开始整理 现在奥运128年历史上 总计3万又249名奖牌得主的姓名 并且计划在巴黎奥运开始前 把这三万多个姓名写在总计120公尺长的卷纸内 巴蒂斯特还尝试拜访其中部分奖牌得主 并且当着他们的面把名字写上 透过这件作品巴蒂斯特希望让外界看到奥运奖牌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他也希望这份巨大的名单能够在巴黎奥运期间 得到向外界充分展示的机会 就算这份名单上多数的人名 我们或许并不熟悉 但每届奥运各种不同设计的火炬 总是能够在开幕式上大放光彩 并且在不少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而火炬中段带有波纹的特殊设计 也呼应了圣火从希腊穿越海洋 在各地传递的旅程 总计这次巴黎奥运将使用1500只火炬 并且透过11000名火炬手 在开幕式当晚把圣火带到最终目的地巴黎 为期两周的巴黎奥运 在经历疫情导致上届东京奥运被迫延期 甚至谢绝现场观众之后 再次向全世界开放 官方透露目前已经卖出880万张门票 创单届奥运销量新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正因为百年奥运重回设计之都花都巴黎 所以这次奥运被期待的看头特别多 您看到的奥运纪念邮票摩擦之后 有法国面包的香草味 而观光客到了巴黎 发现蝸牛青蛙都是法国的经典名菜 不吃好像没有到 而这次巴黎奥运有LVMH集团赞助 整个形象充满了时尚的先驱感 让很多人打算在开幕式到闭幕中间 要好好的看 外国警察加入巡逻 那么人数也可谓创世界之高 反恐跟维安会是这次巴黎奥运 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轴 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 关于这个礼拜六台北时间 凌晨一点半开幕的巴黎奥运 倒数计时的各种准备 温暖手绘风格邮票 法国面包绑上红白蓝国旗色缎带 而且神奇的是还散发浓浓法国味道 法国邮政特别推出这款今年邮票 印刷的油墨混入香气 带有一丝香草味 让人仿佛走进一家传统发式烘焙坊 经典的法棍相传是由 拿破仑的面包师发明 细长形状让部队更方便携带 至今仍是法国民众的主食之一 每天产量约1600万条 一年近61条 成为今年奥运 法国邮政的特色 纪念邮票主角 不过闻起来到底像什么 每个人感觉都不太相同 26号就要登场的奥运开幕式 让整个花都巴黎 弥漫浓浓欢庆气氛 对外国游客来说入境随俗 品尝道地的法国菜 是全新的特殊体验 另外知名的经典菜色 青蛙腿 简单调味后 干煎至熟透 对许多外国游客来说 也是大开眼界 不过餐厅们坚持原汁原味 保留法式传统 今年巴黎奥运最强赞助伙伴 就属全球最大的LVMHG 身为时尚龙头 动用百年男装品牌团队 打造国家队服 奖牌设计更端出法国皇室 御用珠宝品牌上美操刀设计 LVMHG团去年7月 与巴黎奥运筹组委员会签约 合约价值1.5亿欧元 约合台币53亿元 戴高乐国际机场入境大厅 每天涌入各国运动员和工作团队 官方设置奥运专门柜台 提供多国语言服务 希望让所有人都感到兵质如归 队伍中包括来自乌克兰的运动员 对他们来说 能征到这场国际赛事的奖项 不只是个人荣誉 也为正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们加油打气 奥运选手村22号这天揭幕休战墙 这是自2006年以来每一届奥运的固定传统 在精心设计的壁画墙上邀请参赛者 教练和各国官员签名 向世界呼吁和平 由于加萨走廊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 国内也有安全担忧 法国已经将安全警报调至最高级别 从22号开始 有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 约1800名警力加入支援 让不少外国游客惊讶之余 还抢着合照 奥运前夕 加上夏季时分 巴黎塞纳河岸的餐厅通常是击满游客 但上周末这里的餐厅竟然门可罗雀 原来是警方在河边设置安全警戒线 只有在这里生活或工作者 持有行动条码才能通过 有店家干脆拿出疫情使用的 大雄玩偶撑场 在路边自娱于人 许多游客因为嫌麻烦 宁愿住在远一点的管制区外 导致有些饭店也受到波及 干净整齐的房间都准备好了 却没有订单上门 要如何兼顾维安和观光人潮 恐怕是这回巴黎奥运开幕前的一大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种族争议一直是美国在各样选举里面的高敏感话题 而这个时候美国伊利诺州发布了一段录影影带 7月初一个非洲的女性报案 上门寻查的警察却开枪打死了她 引发民众怒火 在听证未患 那么要求还给这个报案的受害非裔女性公道 民权律师指出 种族问题发酵会让非裔选民 对美国这个国家失去信心 而失去信心的情况不止这一次而已 美国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内排山倒海的万败声浪下 在美国时间21日发表书面声明 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改推亚非裔副手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参战 作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贺锦丽的多元种族身份 经常让她被视为民族多元化国家的象征 在演讲和活动中 她也常向各种族世代的女性致意 赢得不少好感度 不过此时再度传出非裔女性 遭到白人警察枪杀的案件 22日美国伊利诺州检察官 公布了一段监视影片 这起枪案发生在7月6日午夜12点50分 家住伊利诺州桑家蒙郡春田市的36岁非裔妇女马西 因怀疑住家附近有可疑活动 拨打了911报警 随后远警格雷森协同另一名警察抵达了马西的家 勘查没多久后三人爆发冲突 格雷森慌乱中开了枪 马西脸部重担当场身亡 由于格雷森不接受陪审团提供的三项一级谋杀罪 严重持枪殴打罪及执法不当行为罪 因此17日听证会场外 聚集了大批民众示威抗议 我们看了影片 影片将会放在凡凡的时间 但家庭 我希望确实地提出 家庭已经向我们与我们 要保护 让他们执行这个传统 签案影片公布后 马西的父亲出席记者会 言辞控诉警方恶行 沉痛哭喊 希望法律能还爱女一个公道 但你知不知道我需要 我需要冠犯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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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有冠犯的福音 on his record serious this man had two convictions for DUI he had a conviction for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he was a member of law enforcement what an embarrassment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禁会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希望能为马锡申冤 并让广大非裔女性从此不必终日活在恐惧中 民权律师本科朗普日前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及副总统贺锦丽 都以表态会对马锡案提供援助 但广大非裔女性的生存权 仍是美国急需处理的重要问题 克朗普也指出 马锡案引发的不只是沸腾民怨 还有可能冲击非裔选民对国家的信心 未来贺锦丽究竟能否善用多元种族身份胜选 扭转解决美国积累多年的种族歧视问题 备受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福您台风夜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